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剛剛有出現很多假的網址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產生這個假的網址 那各位可以利用卡里 那卡里裡面呢他有一個工具呢叫做 URL Crazy 好但是呢在新版的這個 這個卡里裡面呢已經沒有這一套了 假設各位呢願意去裝的話可以下這個指令 你用sudo apt get install 然後URL Crazy 好那他就會去檢查 然後呢並且安裝好那我已經 有事先安裝過了所以他出現就是 Nothing to do 因為他已經安裝好了 好了那有了這個URL Crazy之後 你怎麼去用他呢 你可以用man然後打URL Crazy 好這邊有介紹 那你要使用的時候呢 你就是用URL Crazy 然後加上一些參數 那同樣的你也可以透過說假設 你看這樣的介紹還是很模糊 那你可以用瀏覽器對不對 開瀏覽器然後去做什麼 去查詢一下 比如說URL Crazy 好 Example 那他就會教你怎麼用 這網路上都有的一些資訊 你可以去看看 他可以去怎麼用 像這個-H就會有介紹 K那是代表Keyboard的Layout 那你有這幾個參數的使用 好然後呢 Example在這裡 你可以針對什麼 這是URL Crazy的一個範例 -K然後呢DVORAK -R呢是你的網址 假設你針對的是 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來測試一下 -Hlasse.com -Hlasse.com 這樣子 那你就會發現他幫你產生很多 假的網站名 很多 非常多 好那你看一下喔 這邊告訴你說 Character are missing 就是代表什麼 我漏了一個字 所以我本來是 Triplew.facebook.com 結果變成兩個W 那現在這個 Triplew.facebook 變成-少了一個F 然後或者是少了什麼 少了E face 一次類推他產生很多假網站 很多假網站的假名字 那你就可以去看 包括這個.com後面變成.ch.de 這個真的很難去知道他是不是 真的因為他分不同的區 也許就有他不同的這個 網際名字所以 那假設呢你今天是一個 應該是說 一個有意要詐騙別人的這個害客呢他就有可能說 我覺得這個名字在 比如說這個名字好了 這個名字你用手機或者是用軟體 用電腦在看的時候一時之間你眼睛一晃 你可能認不出他有哪裡怪怪的 他有怪怪的地方在這邊 是w變成兩個v 好所以呢你可以 假設你是害客你想要騙人那你就用cntrlc 對 好你就把它複製起來 copy對 好你把它複製起來之後呢接下來做什麼事情 你把複製起來之後 然後呢你就去 找什麼 who is who is呢然後呢全球查詢 然後你就把這個剛剛複製到的貼上去看看 看看他有沒有被註冊走 好那這個不能註冊的是因為 已經有人 Facebook他已經去把它 註解掉了就是不讓 其他人再去註 去使用他 好所以呢 你就是把剛剛產生的這個 UIL crazy的部分 UIL crazy的部分產生這麼多的這個 好那你就可以 拿他來當做什麼 其中的一些拿出來註冊變成 你的專屬的這個網址 那 這個假網址呢他就是專門拿來放假的 這個登錄頁面 但是這個假的登錄頁面會 很像真的 讓你看不出來 除了樣子看不太出來的時候包含你看網址 都看不太出來他有哪裡 有差別 用這種方式來欺騙你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在網 這個 網路釣魚的時候 骸客可能去做的事情 比如說把某一個網址呢 去 註冊 他檢查完他的確是沒有人用的可以註冊 然後呢註冊完接下來就是去複製 真正的站台來做什麼 欺騙的動作 OK 好所以我們剛剛 介紹的這個 UIL crazy 各位可以試試看還有哪一些 這個 這個名字呢是可以 透過 這個來產生 假的網址 好那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釣魚網站的製作要怎麼做 首先呢 我們要了解一下釣魚網站呢他是包含了幾個項目 第一個就是說 他這個網站建好之後他可以透過這個詐騙郵件 寄信給你 那 上面所附的連結呢 所附的連結是這個惡意的網址 或者是呢假的 假的網站 那 做到 即可亂針 讓使用者呢不宜有他 這樣就可以 騙到人 好所以如果你的這個假網站 他的頁面做的太粗糙 然後呢會被使用者發現有奇怪的地方 這樣子呢就不太容易釣得到魚 所以呢這個 呃 假網站的建立呢要做得很真 這樣讓人家看不太出來 然後呢 就可以 騙到這個 沒有注意看的人 所以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所以各位 在知道 人家會這麼做的時候 你自己在防護的時候是不是應該更仔細一下 看看 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呢是不應該 隨便點進去的 好那你要做假網站有幾個 配備你要去建立的就是第一個你要有實體IP 然後呢因為實體IP才可以加網頁伺服器 人家才連得到所以一定要有實體IP 再來你用這個 伺服器的話 你再怎麼樣揚純還是要有作業系統 然後要有網頁伺服器 然後呢 這基本上這個只要用 OpenSource裡面的一些Linus作業系統 跟APA系結合就可以完成了 然後呢你要假冒 網站的主要功能 來獲取使用者的帳號密碼 所以你必須要有資料庫 你如果沒有資料庫的話就沒有地方儲存 然後呢 你要用一些方式來發送郵件 進行這個 這個調耳呢放出去 讓大家去點 那這個東西就是寫一封假的郵件 然後讓 使用者不宜有他 就一路點進去 再一點進去的結果就跳到我們做的假頁面 在我們的假頁面上他可以入帳號密碼了 那我們後面的資料庫就去 儲存這樣的一個資訊 好那在 避免讓人家發現的這個需求下 通常呢 我們做一個假網站讓使用者去key 那使用者在key完之後呢 一開始他可能就是轉圈圈然後告訴你說 這個網路不穩定請重新輸入 好那這個請重新輸入的這個部分基本上就是一個幌子 他其實已經跳回到 真正的頁面上去了 所以你第二次在重新輸入帳號密碼的時候他是正確成 可以成功進入系統的 好那這樣子會有什麼樣的一個風險呢 就是 你看到假網站 你不宜有他就已經輸入第一次帳號密碼了 好那在跳出第二頁的時候大家對於 資訊系統基本上就認為說 他可能 網路比較慢所以沒有收到第一次的輸入 所以他跳出第二次 會有這樣的預期心理 所以他就是在把帳號密碼key一次結果真的進入系統 他會不會去注意到前一次他輸入錯誤 不會 所以在打心理戰的時候通常就是 你讓他輸入 在假網站上輸入帳號密碼 第二次如果跳出真的 真的這個登錄頁面的時候 他頂多也就是在 執行一次 登錄的這個動作 好那就真正伺服器來講他是 只接收到一次資訊 那前面那一次呢是 是屬於什麼 假網站在收集資料的 這邊是要特別注意 所以要有什麼資料庫管理系統 好那在實作上的流程呢 是首先你要去找到這個站台 你要先找到這個站台 然後呢 用urlcrazy 去註冊一個假的網址 網址 然後註冊完之後呢你要把 要攻擊的對象的網站呢 砍回來 複製回來 複製回來要複製到很像 好那 各位可以想像嗎我們這個網頁上面有 程式碼 HTML code還有這個 啊 一些相關的這個 圖形啊 圖片啊 CSS啊 JS檔都有 好那我要把這些東西呢 做好準備 讓他 動起來很像真的 好那 這個 剛剛提到的那一點就在這邊有呈現了 就是你在 讓他輸入錯誤 出現 錯誤訊息或者是讓他轉圈圈轉很久之後 跳回到 原本 真正的頁面上的時候 這樣使用者並不會去查覺剛剛輸入 錯誤有什麼樣不妥的地方 好那我們為了要做 砍戰的練習 所以我們要先做一個 練習的站台 我們先 假設 好我有一個登錄頁面 那在我們的虛擬機裡面 我們 找了三台 好那一個是卡里 另外一個是我們 練習用的這個肉機 MetaSployable的這個肉機 那另外一個是Centos的 這個虛擬機 好那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是 假裝 假設呢這個MetaSploy 它是一個 合法的站台 然後上面有一個Login的頁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 MetaSployable的這個 肉機裡面 它的網路 好 它的網段呢 是在這邊 10.20.18 那對外連線的這個是NAT 那它的這個Pol呢 我們看一下它轉Pol 我們多了這個 50080跟50022 那我們希望透過什麼 我們先做一個假的 然後來砍戰砍它 所以我們 IP是19216821.1 然後呢我現在 剛剛那個肉機的轉Pol是50080 OK 好那這個呢是MetaSployable的 頁面長這樣子對不對 那我們為了要 做一個 練習的頁面 所以我們 首先呢 各位可以上 Google 去打這樣子 Boost Trap 4 Boost Trap 4 然後呢 Login Template Free 好那 按下去之後搜尋會有很多 那你自己挑一個 那在這邊呢 我是 點了其中一個 點進來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像這個頁面呢 這裡面有很多 Login的樣板 可以讓同學去下載 那你就挑一個自己 蓋的因為我們只是做練習 隨便調一個 只是我挑到他 我挑到他點下去 然後呢我就做什麼 這個頁面還不錯對不對 那我就把它download下來 好那我已經 事先download過了 所以你按download之後呢 你就把它解開 好那你再把它解開之後 像我剛剛是把它解 解壓縮到 這個目錄底下 Login V18 畫這個 這個就是他的這個 解壓縮之後的樣子 不信我們可以 開開看 像這個就是展開的頁面就長這樣子 好那我已經把它下載下來了 我怎麼要放到metasploable的這個 站台上去呢 好那各位只要開這個什麼 我們叫做這個VSCode VSCode裡面 好那各位開的目錄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 我們解壓縮的那個目錄 那除此之外呢 你在按F1 鍵盤上的F1 好然後打 SFTP config 就會出現像這樣的頁簽 好那這個檔案打開之後呢 你做什麼事情呢 你就在這邊打入剛剛的網址 好這是我本地端的IP 為了要連到我自己的 虛擬機 所以做這樣的一個 網路 然後Portacle呢 是打SFTP 然後Port的話是我們剛剛的轉Port 5002 5002 然後接下來 UserName的部分 就是msfadmin 這是他預設的帳號 然後呢 Remote的配置是放在 VAR底下的 TripleW 底下的Fission 那這個Fission是我們自己建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Terminal這邊 我來先推出去 好那我們要去連這個 剛剛的這個肉機的話我們就SSH 然後這邊呢msf msf admin 然後小老鼠 192.168這樣子 好然後呢這個密碼是 msfadmin 進來 然後各位可以切換到 VAR底下的TripleW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index.php 然後呢php買的min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就建立了一個目錄 叫做Fission 這是自己建的 所以mkdr 就可以建立他 那建立完之後記得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把剛剛的Fission 建立完你是用root的方式去建立他 所以你要去把他的 使用者的權限 歸給msfadmin 所以 你就sudoch owm owner 變成什麼 msf admin 然後呢 冒號 這樣子 然後針對哪個目錄Fission Enter 好然後呢這樣子就 更改成功了 好那這個Fission裡面他就是會放 網址 放網頁的內容上去 所以我們這邊設定好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在這個 左邊這邊呢 隨便一個空白的地方按 按 按滑鼠的 按滑鼠的右鍵 然後選這個sync local 我鍵頭就是從local端到remote端 按下去呢他就開始傳送 好那怎麼知道他傳送成功了呢 你可以到這邊然後進去 你看看他是不是已經有這些東西了 好各位可以看到我剛剛上傳的這些東西在這裡 CSS 好 然後index在這裡 OK那這樣子有了之後接下來我們做什麼測試呢 確認他的確是安裝完成 那你就是斜線 Fission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是網址加轉Pol 然後這是剛剛的目錄 所以你剛剛輸的東西呢 有進去的 好 那這個部分呢各位要 知道我們做這個 是當做什麼 假設有一個站來他提供這樣的頁面 所以接下來的動作我們就是要做 砍站 把這個站的東西砍下來 然後砍下來之後放到哪裡去 我們是在模擬啦 所以 你砍下來之後 你會放到一個你自己架的站台 假設我們 自己架的站台叫cental spa 所以這個是我們模擬裡面的正式站台 我們模擬裡面的正式站台 把他網頁砍下來之後放在一個 我們自己 模擬 模擬裡面的假站台 我們這一次的模擬上面是屬於假站台的這個地方 放上去之後 然後我們才會寫資料庫的部分怎麼做 好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 有了這個練習的這個站台 我們已經做好了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用 一套軟體去砍站 那這個砍站的作用就是 我要複製一個 相似度很高的網站 那我把它複製回來 我要怎麼做呢 好 那我們剛剛的這個 製作 只要 標靶的這個網站呢 我們已經做好就把它關掉 所以呢各位接下來做一件事情就是 Google 然後找這個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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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rack 好 好那htrack呢 他已經 沒有預載進來 然後在我 安裝的卡利的版本上面沒有預載 所以一樣的你可以去 安裝 就是 好那你在這邊 選個sudo apt get install htrack 這樣子 好那htrack就可以了 可是在Windows底下 他不是叫htrack 他有多一個win win win htrack 好那你下載下來之後呢安裝完 就 一般的安裝方式就可以 完成了 就一直下一步就可以了 好那安裝完的樣子會像這樣 ok 好那這個安裝完之後接下來我們按下一步 他可以選語系啦 那因為我的 作業系統是全英文版喔所以我改中文的話他顯示的是亂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中文的介面上面是怎麼做 好然後project name 我們自己可以定義喔比如說我們這個 我們隨便給個名字然後呢 你要放在哪裡我們 假設放在低潮的webpages裡面 然後next下一步 然後他是要download website 對不對 然後呢 網址在哪裡 我們剛剛打的是http對不對 冒號寫寫寫寫 192.168.211 冒號 我們的po是50080對不對 然後呢路徑是fishing這樣子 好然後呢next下一步 再來呢就finish 然後他就開始砍戰了 一一的開始去下載 好那 要砍多久呢要看這個 細部設定的時候你設定他要往下砍幾層 如果你設定的這個階層數呢是 很高的就是他可以一路砍下去 那基本上 他要花的時間比較多 可是如果你要砍的這個 網頁連結層數比較少的話 當然速度會快很多 但是你在操作的時候呢 比較容易 洩漏破綻 因為他 每個人習慣用的這個 介面跟項目不一樣 所以呢你如果差異太遠的話 點兩三個功能之後就 開始糟糕了 就比較容易起人疑鬥 容易這個 被發現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下載 砍戰完成之後的樣子 好那我們剛剛砍戰回來的 是在這個 IP Port的部分呢他就變成是一個 這個 底線 好然後我們 目錄是在Fishing裡面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 可以看得出來 你砍戰回來的這個 砍戰回來的地方樣子呢就跟 這個 你剛剛看到的這個站台呢是一樣的 這個 這是連到 我們的標靶的這個 這個網站上面 樣子是一樣的 這個是我們下載回來的樣子 這在本地段 好那我現在要把它弄到一個地方去弄到哪裡呢 比如說我要把它弄到這個 Sandos 8 他對應到的這個 轉破呢 我們 他的轉破是 4080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沒有 網頁服務 所以 我們到 192 4080 他這邊有一個 測試的網站對不對 測試網站是空空的 OK 好那我們從這邊推出來 我們換去連這個 然後呢 -P 402 好那我們看一下在VR TripleW底下 那有個HTML 這是 HTTPD的這個 測試頁面在這裡 好那我們為了要做假頁面所以我們就 建立一個Fishing的 Fishing 然後呢一樣的會有問題是 擁有者的問題所以我們SUTOCH MOD CHOWN 變成 那當然你要設定層是你的啦 不是照我這樣打 好 那我們建立一個空的Fishing 好這裡面空空的 所以那接下來做什麼事情 我們就開一個這個VSCode 然後我們就去開剛剛 剛剛 的這個目錄我們剛剛是把它下載到第一槽 Web page裡面 好那一個TEST PROJECT 3 點進來 這個IP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是針對這個IP的砍站然後那裡面有一個這個 Fishing 我們切換到這個目錄裡面來 我們切換到這個目錄裡面來 好所以他到這邊來了對不對 OK那 接下來呢我們要把它上傳到 剛剛我們的這個 SANTOS這台 SANTOS這台機器 SANTOS這台機器 1 好那POR呢我們剛剛有看到是4022 那這邊的帳號呢 我們就建議一個 然後我們要把它放到 VR底下的TripleW 底下HTML 好然後呢 按儲存 之後呢我們按右鍵 然後呢去 Sync Local到Remote端 好這時候密碼 好那他就開始傳送了 那傳送OK之後呢 我們來確認一下是不是進去了 OK他有進來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在開網頁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再加個Fishing Fishing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看喔這是我們的假站台 這是我們的假站台 那原始的站台在這邊 這是原始的站台 所以呢你就可以 弄一個長的跟這個 目標站台很像 一模一樣的這個 登錄畫面 所以今天假設你在這個詐騙信上面提供的連結 讓他點下去跳到這個頁面來看 跟你平常用的是一樣的 那你當然就不宜有他 就會輸入帳號密碼 好那現在到這邊來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的假站台的地方 可是你輸入一些東西之後 我要怎麼樣輸入完 然後按login 他就把資料寫進去 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怎麼樣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考量一件事情喔 我背後的這個動作要怎麼去做 跟我們一起播放 集交給 好 保育 是 trabajo gro废